好 下一轮的关注 第二轮的关注是 秦岚 编论者为 王鹤蒂 张伯芝 好 请看 关于秦岚的题目是什么呢 以下两种类型的男生追求秦岚 他会更亲信于哪种类型呢 A 是可爱听话 但工作还不稳定的元气弟弟 B 是事业有成 但是不懂浪漫的成熟哥哥 微表情 好 我来先说 A 元气弟弟 B 好 B 成熟哥哥 一模一样 弟弟你是占 我选A 你选A 元气弟弟 对 然后博之是选B 是不是 成熟哥哥 对不对 对 好 秦岚 请写出你的选择 佳哥已经在合计了 是他更喜欢哪一种 是吗 吴欣又可以乱执招 我 你可以不听我的 但是这把我赢了 你不要嫉妒我 好 请选择 去吧 就是站这里 还想跟金晶走 还想跟金晶走 小云 醒醒吧 小云 要我扶你吗 分道扬镳 谁都不扶就扶你 好 现在已经有了原始的选择 佳哥 佳哥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拍这部电视剧呢 他秦岚可能是B的选项 对 但那个是电视剧而已 跟他个人本身的想法价值观不一样 好 我先站这儿 走来 再看卓儿姐能不能以一己之力 你先说点什么 好 我觉得在我们这么的一个年纪的女生 所追求的 一看到那个不稳定工作 其实已经不会想 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稳定对我们非常地重要 而且那个事业有成 但不懂浪漫 没关系 因为浪漫的 我们自己来 我可以好浪漫 只有我喜欢你就可以 祖儿自从上次猜对了之后 现在好有底级 就是真正辩论的人一句话没说 他已经开始给大家洗呢 发表论点 好 我觉得这是祖儿的想法 然后呢成功地说服了金晶 好 我们听一下 两位辩论者的态度 首先是支持者 是元气弟弟的弟弟 没错 没错 金晶姐姐 你没有过去的时候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了 不用过去我们就得分了 因为蓝姐绝对选A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靠这个人设 在剧里面以获胜的 还有什么好变的 那你是用什么方式抓住蓝姐的心 就是事业有成的 没有工作 事业有成的哥哥吧 我跟你讲 就因为他有事业 所以他没有时间 那么弟弟呢就是 虽然工作没有那么稳定 但是他可以全心全意的 为了姐姐付出 为了姐姐 就是为了姐姐赚 对吧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一个 各个有事业不到不可以呢 就全心全意的爱着琴姐姐呢 他就算全心全意的爱着姐姐 但是因为他的事业 他没有办法 必须得在公司处理事情 必须有工作上的东西 这个时候 那难道你心里面 弟弟就出现了 你是指的弟弟二十四小时 一直陪着姐姐 好烦哦 我觉得姐姐需要的是男朋友 不是助理 你是在剧透你就不剧 没有 他有点啊 一直在吗 来 我们听听看博之怎么变好不好 好 为什么是成熟哥哥 我非常认同主儿的想法 因为主儿跟琴楠姐姐跟我 都是在那个行圈里面做了 二十年 一段时间的对不对 一小段时间 对 一小段 然后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需要 可能年轻一点的伴侣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我需求是一个安全感 对 如果我自己本人觉得安全感有的时候 那个浪漫同等的就越来越浪漫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安全感的话 哪怕你每一天给我削烟花 每一天送我 他装饰包包都没有用 就算他不在我身边 哪怕 对 哪怕他没有 但是 哪怕他没有在 我们都感觉到 踏实安全 左儿你回头看看 吴欣过来了 真的 等一下 谁啊 他装饰了我 他装饰不装我真的没关系 对 就是 那个博志姐那句 我们成熟的女性 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内心 我突然间站到那边我想 对 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女性 是的 你必须别人提醒你 你才能想起来 对 对 我要用成熟的女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而且刚刚弟弟说了一点 真的就是那个不行 24小时陪伴 但是 但是弟弟可以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出现 但是我们有需要有未必要见到你们 有些我们需要感觉 但是看到你们都有点想 好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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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弟弟说我 弟弟说我 那我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要想我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要出现呢 难道不应该出现吗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年纪小的没有那么好 因为常常都会知道 什么时候他们选择 该做接近我们的出现 有分寸 有分寸 就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不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 就是没有那么被动 不是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出现 而是我来决定 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出现 哪怕我们姐姐们真的遇到很不开心的事 我们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生 但是我们有时候都想要自己一个空间 当事人 当事人已经被镜头挡得死死的说 你们不是在聊我的事吗 为什么我出镜这么难的 我自己在找 我自己在找 倒几时 星姐 相信我 我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中 我已经把男杰哥选择了 我已经把男杰哥选择了 星星 有权已经择了 过来 过来 最后的时间有三秒钟 可是我觉得这失业有权已经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失业有权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我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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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这边 我也觉得这边 我觉得是这 星星 过来 星星 朱儿 过来 朱儿 过来 过来 星星 过来 怎么会变 就还要改吗 六十个要没落 结束了 不能动了 好 时间到 我想访问一下当事人的感受 因为刚才有一瞬间 应该七个人同时在说话 对 都在为你的幸福 着想 担心 在预判你的幸福 因为我现在我有个观点 因为秦岚她现在已经是事业有成了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一个 就是事业有成的哥哥来照顾她 她需要的是元气 满满的 满满的 如果兰姐选的是B 我当场把摄影机吃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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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一 哎 知道淘汰谁了吧 姐姐 哎呦 为什么要为了宣传电视剧蒙骗自己的感受 没有 没有蒙骗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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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才其实秦岚已经透露了她的现在的想法 就是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 其实对爱的理解 已经没有那么多什么有的没的了 因为我觉得快乐是没有任何法码能取代的 明白 然后你每一个人来世间只有一次机会 是的 当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 甚至再往上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爱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没有任何负担 没有任何压力 没有任何砝码 没有任何天平 去平衡 爱就爱了 就是纯粹的东西 所以现在是观宏跟金静是两次都对 对不对 何老师这个都不用总结 只用总结 无心错了两次就可以了 但是你工作 那个弟弟一直在旁边跟着 多烦呀 他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 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了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她的 主要就是我的问题啊 什么